黑甲大汉也算是果断之辈 一发现巨兽并非正常状态 当即心中一狠 突然张口发出了一声长笑 笑声仿佛龙吟又似唬笑 但直冲九霄云外 让百里内的人魔双方都一下听得真真切切 并大都为之恶然 大人有令 轮到我们出洞了 魔海深处一名顶盔关甲的高杰魔族一声笑声 当即目中金光一闪 又在其身后密密麻麻地站着 一只数千人的魔族大军 大半都是骑着魔兽的万象魔旗 少部分竟然是那些三头六臂的加伦战魔 和外面的正在攻城的其他魔族精锐不同 这些魔族身上都散发出一种 让人心凉的冰冷气息 并且均有一股灰白之气 在身躯表面缠绕盘旋 仿佛君都修炼了某种特殊的功法一般 这些魔族原本盘坐在虚空中 此刻一听为首魔战将的话语后 立刻无声无息地站立起来 或翻身骑上坐骑或将背上的冰刃一摘而下 但一丝生息都未发出 犹如鬼魅一般 马上施法开始魔化 为首魔战将回首扫了一眼 立刻森然纷复一声 数千名魔族文言 脸上终于有些异色 但所有人并无违抗之意 立刻纷纷取出一颗紫色丹药 一张口就吞进了腹中 下一刻 这些魔族纷纷面现痛苦之色 一道道血色灵纹 开始在脸上浮现而出 并迅速向身躯各处蔓延而开 这些血纹也不知有何诡异作用 这些魔族虽然面上仍然是痛苦之色 但是身上的气息 漠然为之胀大 转眼间就增强了背须以上 还在一路狂胀之中 而原本在他们身上缠绕的灰白之气 比先前粗大了数圈 仿佛一条条巨蟒般乱舞不停 此刻魔海外面纵然黑甲大汉 全身神通全出 一口气又施展了其他几种秘术 并再放出七八件宝物 对青龙上人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猛攻 但青龙上人所化青龙 身具神通实在不同凡响 竟堪堪接下了这番攻击 仍能让自己毫发未伤 不过他所化青龙也浑身伤痕累累 一副支持不了多久的模样 就在这时 黑甲大汉脸色一变 猛然将手中攻击一收 并身形一晃 一下后退了数十丈远 并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向对方望去 青龙上人瞧得喘息之机 虽然心中一松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 所化青龙猛然一摇头颅 立刻浑身清光一散 重新恢复了人意 只是脸色苍白一场 并且胸前处多出了七个血孔 精血狂流不止 竟然一时间施法 也无法止住的狼狈模样 青龙上人对胸前伤口视若不见 却一扭头向身后望去 只见远处城头上空 狂风呼啸直声大气 一股黄蒙蒙的怪风 正铺天盖地滚滚而来 所过之处 无论人族立士修士 还是魔族大军 都不由自主地东倒西歪起来 有些挡在前进路线上的两族之人 更是一卷之下 直接从空中纷纷坠落而下 生死不知 黄蜂一脸 一头晴天巨兽 一下出现在了高空中 羊手雄身 浮衣一张之下 竟足有两三千丈之光 仿佛能遮天蔽日一般 人魔两族的存在 一目睹此巨兽 不禁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都面露巨异 战战兢兢起来 何惜 杀了这些魔族 此战后 我就放你自由之神 另一边战团中 林鸾仙子一目睹巨兽 飞到了战场处 当即 一蹴眉宇间的血浮 同时大喊一声 羊手巨兽正打量着 战团中的一肝合体存在 眼珠咕噜噜地转动不停 对他来说 下面纵然人魔两方 大军人数无数 但也只有那几个 能勉强对其构成威胁 而人族方面 两名合体存在 正是当年将其封印起来的 熟悉气息 至于魔族的那几名 魔族尊者 散发的气息 也同样让其大为厌恶 若是在此 神通全胜之时 他自然毫不介意 将双方全都一口吞下 但眼前因为体内旧伤未去 再加上又被封印如此多年 一身法力 不及正常时的一半 却不敢如此莽撞地胡乱出手 此兽正在下意识地有些嘀咕之急 林鸾仙子娇翅声却一下子传入了耳中 同时头颅中的那枚血浮受刺激之下 顿时一下再次危障不定起来 先前刚刚尝过 脑中那种几乎神印神魂剧痛 仿佛会随时再次爆炸 让这杨首兽身形一颤 接着再没有任何犹豫 突然一张大口 一股黄蒙蒙的怪风直奔下方 正在攻城的魔族大军一卷而去 刹那间天昏地暗 黄尘飞卷 被黄蜂卷过之地 魔族魔兽纷纷被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轻易地撕成碎片 丝毫反抗之力没有 转眼间就有上千魔兽和上百魔旗 葬送在狂风之中 哼 何夕 你竟然敢助人族和我们圣族作对 那今日你就和此城一起陪葬吧 黑甲大汉 见此情形大怒 一声冷哼喝道 突然单手一番 将一个黑乎乎的皮带一扔而出 接着手臂一动 手中又多出了一只数寸长的金色废叉 此物一晃之下 就漠然化为了百丈之巨 黑甲大汉 琐化巨人 将此插双手一握 狠狠地中下方飓风一批而去 一股轻蒙蒙蒙的韧芒 仿佛瀑布般从天直落而下 一闪之下就将下方黄蜂从中一折而结 并发出了耀眼刺茫钻入地中 整个大地为之颤抖 凭空陷出了一道千丈长的巨大裂缝 狂风在此斩过之后立刻烟消云散 钉点不剩 而那只被抛出的黑色皮带 一声轰鸣后 漠然从中弹出了两道粗大的银壶 一闪之下 竟一下化为了两只被银色电光包裹的巨狼 每一只都有三四丈长 背生一对银色雷翅 一闪之下 发出凄厉长啸 直扑羊手巨兽 何夕巨兽见此情形 羊脸闪过了一丝不屑之色 一只巨长二话不说 遥遥一拍而去 一只百丈长的黄色巨长 仿佛小山般一下在两只巨狼上空浮现 只是往下一落 就将两只看似非同一般的魔兽 瞬间压得是身躯暴力而开 黑甲大汉一惊 不及多想 手中金色巨叉猛然冲一劈而去 巨大韧芒一闪再次斩出 同时心中法觉一催 两只黑色巨锤也幻化出层层虚影 往巨兽狂砸而去 羊手巨兽接二连三受到黑甲大汗的攻击 自然当作其对自己的一种挑衅 目中凶光一闪 背后两只扶翅 一下往身前一扇 略一模糊下 竟一下幻化成了两团黑蒙蒙的黄云 竟将庞大身躯一下淹没进了气中 巨大韧芒和密密麻麻的垂影一击在黄云上 只发出了一连串的闷响声 竟丝毫无法破坏掉此防御 黑甲大汉大汉 手中惊叉一横 一手飞快掐绝 一团团银色雷火顿时在身体四周浮现而出 就要催动弹射功底 但就在这时 忽然头顶上空波动一起 一只毛茸茸的巨大手掌 凭空闪现而出 并向着大汉一压而下 手掌尚未落下 一股距离就大汉附近一照而住 黑甲大汉只觉得尖头一沉 是身躯立刻仿佛巨山压身般缓缓起来 同时附近虚空也一下变得金刚般坚韧 动一下手指都是艰难无比起来 黑甲大汉既然身为魔族后期大成的魔尊 自然无论剑士还是神通 都远非普通魔族修饰可比 当即惊怒之下 一声大喝 四周浮现的雷火 一下纷纷爆裂而开 四周禁锢的虚空 一下硬生生的碎裂 而大汉则被一个黑色巨像虚影浮现而出 扬鼻一声低吼 一股惊人的气息冲天而起 原本被压制的黑甲大汉 一下浑身黑芒流转 肉身强厚 仿佛增加背许 竟忽视身上巨力 画出了百个虚影 均都一般无二 一晃之下 朝四面八方鸡舍顿走 但空中巨大的肉掌 只是微微一颤 就立即体积一丈 闪电般的落下 一股黄蒙蒙的波浪 一卷而开 大半虚影被其卷重 瞬间化为了乌影 只有十几道飞盾 最快的虚影 盾出数百丈外的虚空中 然后光芒一闪 自行破灭 只留下一道 还原成了黑甲大汗 但此魔回首一望 巨大肉掌落下的可怕情形 脸色一下变得阴沉无比 但是对面两团黄云 一动之下 重新化为了两只巨大福翼 往回一收 羊手巨兽身影 再次浮现而出 双腿一驱之下 就要纵身 直接扑向大汗而去 以此兽的庞大身躯 一动之下 即使不动用任何神通 也仿佛一座巨山直接压顶一般 黑甲大汗心中一灵 也不敢直接应急而下 只是将身形一晃 再次幻化出了数百虚影 两手不停地催动雷火 游斗不停 虽然看似大处下风 但也没有吃太大的苦头 一旁的青龙上人剑子 眉头一皱 面上绿色一闪 两手一翻 飞出了一口青色飞剑 两条青色蛟龙 一口鸣印着金灿灿的孔雀 在青龙上人施法一摧下 两条青蛟虚影和金色孔雀 幻影立刻霞光万道 显然是这已天成的太上长老 已经决心 借助何西兽的可不实力 将此黑甲大汉 斩杀在此地 只要将这位修为最深厚的 魔尊击杀 即使多出两名神秘的魔尊 这场大战仍有取胜之机 黑甲大汉目睹此景 心中自然是大怒之急 在巨兽的威胁下 道一一时间根本奈何不了青龙上人 反而因为对方的出手纠缠 险些连连遇险 就在青龙上人大喜过望 黑甲大汉被逼得连连后退 口怒不已 魔海方向突然数千股惊人的凶煞之气 冲天而起 原本漆黑的魔海 竟在顷刻间变得血红无比 一队被妖异血光笼罩的魔族军队 从魔海中不慌不忙地飞了出来 每一人身上都泛发出可不知极的死气 全身遍布着血色灵纹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但身躯却是有些模糊不清 仿佛不是实体 而是刚刚从魔拳中走出的战鬼 看你这头凶兽还如何逞凶 化血明卫快些布阵 将这头河西兽和此人 给我活活困死在血明大阵中 伽伦战魔给我开示功成 一听黑甲大汉此命令 那队名叫化血明卫的魔族军队 在为首一名高大魔将的低河下 竟身躯纷纷一散 化为大片血云一卷而开 几个闪动间就将巨兽青龙上人 甚至是黑甲大汉本人卷入其中 刹那间里面喊沙声震天 爆裂声接连不断 几乎是同一时间 正在拼命向城头方向冲去的魔兽大军中 也一连串的坚明爆发而出 上千只原先看似普通的低节魔兽 突然大军中击舍而出 几个闪动下竟纷纷扑到了护城的银色光照外面 然后提表光芒一闪之下 纷纷化成了三头六臂的巨大魔族 正是那一批从大战开始 就从未露过面的加伦战魔 这些战魔竟然从大战开始 就用秘术幻化成低节魔兽 藏身在魔兽大军中 如今无声无息地趋近到了离城墙近在咫尺的地方 才在黑甲大汉的一声大鹤下 献出原形 并诸然间爆起攻城 这些战魔三颗头颅中的两颗怪兽头颅 喷出火球锋刃等各种攻击 六条手臂中更是换上了锯锤尖锥等其重的兵器 五成一团团刺目光球 往禁止一阵狂风骤雨般的猛攻而去 那一层银色光照纵然神妙万分 千前在魔族大军的这一猛攻下 早已遥遥雨坠了 此刻在被加伦战魔集中火力猛攻一些地方 终于有十几处地方发出脆弱的破裂声 加伦战魔顿时呈现猙獰之色冲到城头 对阵城头的人族一阵大开杀戒 这些人族的历史和中低节的修士 又怎么可能是这一群废物的对手 刹那间惨叫声不断 纷纷畏惧后退不已 纵然有一些带队的高节修士 想要上前阻挡 也在几只加伦战魔围攻之下 瞬间陨落而亡 这些被侵入的城头 瞬间就乱成了一团 以其他一些地方的人族守卫目睹此景 也不禁士气一阵大错 人人面露惊恐之色